昨天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 就输入性病例持续存在 对我们会有什么潜在性的危险 复工复产的情况下 输入性病例会让国内疫情严重化吗 等问题做了回答 目前群防群控 大家都有了这个自我的防护的意识 即使有那么一个半个 或者几个的感染 但是我们一旦早发现 早就诊断 完了早隔离的话 就不会出现像第一波那样 一个爆发的这个病 那局部有少量的感染是不可避免